有時候我們男生覺得 我們自己很聰明 然後就是開始發明一些 奇奇怪怪的方式來處理事情 但是最後你一定會被抓到 有沒有 有沒有 最後 所以 所以就像我跟凱傑 我們兩個都很乖 有沒有 沒有 Come on Come on 說實話 他們很激情 說實話 說實話好不好 好啊 我自己來講嘛 可是 是我朋友的孤身嘛 對 我有一個朋友很聰明 自己以為他很聰明嘛 他把裡面的名字就是改成 全部都是餐廳的名字 這招很好有沒有 就是他把一個Major 他叫無聊咖啡 對 或是一個 Fredis 兩桌果菜 Fredis 有沒有 這麼高級 或是小美牛肉麵 有沒有 這個很強耶 這個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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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中餐廳 什麼都有 對 那他就是連續這樣子 做了好幾年 我說你這招真的很厲害 我真的自己也想不到 他說我知道啊 你看你可以也學我啊 你就是 就是把他的名字 稍微改了一下 改成一個餐廳的名字 或是你喜歡什麼地方 你改這個地方的名字就好 然後想 但是像我這種乖的男生 我也不會偷吃 所以這招也沒有用啊 沒想到 這是 什麼聲音 沒事 沒有 分正 沒想到 有一天 她跟我說 唉 她說你怎麼了 她說 對啊 在笑什麼 沒有她在哭 她在哭 她在哭 小燕哥你是怎樣啊 你有面部認知錯誤的症狀是不是 在哭著 她在哭啦 她說你怎麼了 她說 沒有我剛睡覺的時候 我女朋友抓了我的手機 然後她就是打電話給那個 小美牛肉麵 我的天啊 那我的小三接到電話了 小美接電話了 那所有事情都出來了 我說唉 你這個人 你怎麼會讓她這樣子拿你的手機 她說 沒有我在睡覺 我也沒想到 我女朋友也很愛吃這家牛肉麵 喔 就是她女朋友想要打電話給那個牛肉麵 真的要叫外笑 那打電話過去的時候 那個人就說 欸 Baby 你現在打電話給我幹嘛 喔 喔 所以我一切都出來了 因為她是首客嘛 這是常常去啊 所以就是 我真的是常去 海姐你還要編是不是 哈哈 我的是前女朋友 去睡覺的時候 每次有人打電話給她 嗯 然後有一次兩次 然後第三次我就開始問是誰啊 那每次你會拿手機給我看 然後那邊寫 My Boss 然後就好是老闆 我老闆是老闆 OK 沒問題啊 然後從那個時候 你知道每天有人打電話給她 11點11點半 然後我就開始說 為什麼你的老闆每天打電話給你 你不是跟我說 你每天加班到9點 然後那天就說 你的老闆就在那邊 然後到家 你的老闆也打電話給你 他說 這個是不一樣的老闆 他說 欸 是什麼意思 然後他給我看 你知道他那邊就寫 My Boss My Boss 2 My Boss 3 哈哈哈 他就說一個老闆 然後下老闆 總經理 經理 然後就 其實有道理 對 有道理 工作很多 那就是你剛剛講的一樣啊 你剛剛說老闆 跟你的手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有道理 所以我沒說什麼 但是有人就在那裡 你知道他怎麼打電話呢 他每次打電話 我就捨不了 他每次跟他這樣的時候 我就這樣 我老闆啊 你在幹嘛 就明天好做啦 你不要那麼激齒啊 然後 聽起來你知道 他是在演什麼 聽起來 我就覺得他演什麼 聽起來他的扁條線 有一點問題 他演什麼 只有這樣 我就輸不了 我就懷疑 那個應該不是老闆 是 因為如果我跟老闆 交話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也不一樣啊 會比較冷靜 比較正經一點 真的啊 金主啦 都是金主啦 對 像我之前有一個朋友啊 他有一天就很開心地 打電話給我 就是說 他最近認識一個女朋友 然後新的女朋友嘛 然後漂亮 然後她感情現在就是還不錯 然後 我就鼓勵她 然後他說 唯一的壞處是 通常那個女生 就是來她家的時候 然後到一個時間 就是她爸爸就會打來嘛 嗯 然後她爸爸打來的時候 就會趕她回家 然後她就說 她爸爸就是比較嚴格 比較傳統的那種 然後都不代 不 覺得女生在外面 過一個時間 就是不行 她應該是要早點回家嘛 然後我就跟她說 那妳應該要早時間 好好跟她爸爸 就是認識一下嘛 讓她知道說 妳是怎麼樣的人啊 然後妳是 可以好好對待她的女兒 之類的 嗯 然後她就說好 她會盡量 然後後來她就跟她女朋友 就是在聊這件事情 然後她說不行啦 就是我的爸爸很傳統 她不可能會讓我 跟一個外國人在一起的 嗯 然後 所以就是彼此這樣嘛 後來有一天 她 他們兩個在一起 在她 在我朋友的家 然後我朋友有喝一點酒嘛 然後女朋友就是 有去洗澡 要準備好去睡覺嘛 然後突然就爸爸打來了 然後她就說 不行啊 我不能這樣子這麼俗辣 我一定要跟爸爸說 就是 讓她知道我是誰 然後就是可以 跟她的女兒是OK的 對對對 對對對 結果 接電話的時候 然後她說 Baby啊妳在幹嘛 哦 然後這個一個是 另外一個男生嘛 根本就不是她的爸爸 從來沒有爸爸這件事情 哦 哦 不一定是爸爸 可能是Sugar Daddy 可能是Sugar Daddy 可能是Sugar Daddy 可能 這幾年啊 我們演藝圈啊 尤其是這個綜藝節目啊 呃的製作單位 比較辛苦 為什麼 有可能啊 今天你跟我Re搞Re很通 很開心 沒多久以後 你就離開這個 這一個行業 行業 所以呢 我的電話號碼呢 就 不想再記 以前的工作人員 這個人是誰 以前如果看到對方 是什麼名字啊 Sandy妳好啊 欸 趙哥好 欸 小梁 欸 怎麼樣 現在就乾脆不記 為什麼 因為 我不知道妳會做多久 對 那通常 女朋友啊 看到我手機號碼 響了就響 欸 妳電話 妳講一下 我說好 我當然知道大概是誰 因為我約好拍Re搞的時間 就講啦 就開心啦 然後就講了一些 就嘻嘻哈哈啦 因為在同一個空間 Re搞 我女朋友是有聽到的 哦 電話掛完以後 女朋友的態度就不一樣了 蛤 就是講 妳剛剛是跟誰講電話 嗯 我說還要再解釋嗎 我不就是工作 妳聽了全部都是Re搞的內容嗎 對 那需要這麼開心嗎 嗯 我說不是啦 Re搞本來就是 綜藝節目 妳要誇大嘛 對不對 綜藝節目妳如果把事情講好了嗎 妳一五一十這樣講 欸 很多那個 Re搞的工作人員很那個欸 妳跟哈哈嘻嘻哈哈 她兩個人開心的完了之後就說 她就說欸 還有嗎 趙哥請問還有更好笑的嗎 對 對啊 所以啊 這個還好 對啊 還有下一個可以嗎 所以妳如果不講得開心 不自己嗨的話 通常Re搞的 給妳不會有好的態度 對 可是女朋友她沒有聽到 對方講什麼 是 所以她總覺得說 我好像跟那個人 很好 哦 而且通常Re完搞以後 對講說 好啦 下次我們再見面啦 我再送巧克力給妳囉 還是說我剛好去什麼地方回來 我再拿個東西送妳囉 哦 所以女朋友就會覺得 為什麼 對啊 工作幹嘛這樣子咧 對 不需要 Re搞完的時候 工作人員還會說 謝謝愛妮喔 欸 誰 等一下 等一下 現在講誰 誰 因為這可能是真的喔 因為可能就是 工作人員也很累嘛 你不要解釋誰嘛 是誰嘛 誰啊 而且人家這段 明明是趙哥在講 你就要出來 躺這個渾水 誰 誰啊 我也想知道 是冷身喔 是冷身 沒關係 凱傑你真的很幽默 因為趙哥是上片各種節目的 你就是來我們二分之一場 我們還有誰跟你Re通告啊 誰啊 我們工作人員很多嘛 我們都認識耶 反正 誰啊 我也不記得啊 對啊 你真的幾個 還有 沒有啦 一定是小美牛肉麵吧 對 還是班秋之類的 那時候我在 我在瑞嘎的時候 因為我女朋友在旁邊嘛 因為我女朋友在旁邊嘛 我是用扣音 扣音 扣音 然後因為在講 好啊 謝謝愛你喔 那個事情就是 男生還是女生啊 就吵不完了 女生啊 一定是女生 不一定 沒有 這個一定會有啦 多多少少少 一定會覺得謝謝 因為謝謝已經很平常 戲中平常 一定會講說 要不然我們 其實講愛你喔 沒有不對 沒有不對 在我們這一行喔 其實是真的要拉近這個關係 有的時候 我說實在 都會講說 要不然 我請你們整個廳去吃飯啊 喔 這個也是有的啊 不是沒有的啊 過往的之前也是有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很正常 就你行得正做得短 但你如果就是單獨就會奇怪 可是對方通常不明白的時候 他總認為 你到底要幹嘛 喔 因為 你不是只有Re這個通告 有這麼多製作單位打給你 你為什麼只有對他 所以是有個問題在 BUG 那你為什麼只有對他 因為我喜歡他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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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哥 不是 趙哥 你這裡拜天的教會 凱傑 快來救他 都辦不了他了 好 那我們統整了 上千位網友的想法 我們最後第一名 最沒有辦法接受 最可疑有鬼的行為就是 總是離開講電話 不行啦 對 這不行了 走多遠 我那個前男友也有這個狀況 就是拿那個手機下去海裡的那一個 海底講電話 又是他 又是他 他是用遠傳是不是 沒有 太虛了吧 他就是沒有拿手機下去海底講電話 他是 因為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他都是吃飯的時候 跟他通話的是不是水行牆 不是 不是 因為一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是接電話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說 那個 Baby我去旁邊接個電話 因為一開始我就會覺得 他應該是工作很忙 然後要講什麼重要的事情 所以不方便在我面前講 可是你知道這個長期下來 你就會覺得好像 有一點點的不對勁 對啊 對 我跟他在一起兩三個月的時候 我就覺得怎麼這麼奇怪 他從來沒有一次是在我面前講過電話的 後來有一次吃飯的時候 他也是 然後他就說 Baby我去外面講個工作事情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又來了 然後他就走出去門外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想說 這次我要偷偷的這樣子出去偷聽 看他到底在幹什麼 然後我就是偷偷走到門外 正要踏出去那個門外的時候 他看到我了 然後一立馬看到我 他立馬用那種白密的速度 跑去 跑去左邊 跑去左邊那邊 我就覺得奇怪 然後我再往前 就是一兩步的時候 他又再往他那邊跑 我就覺得 怪了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對 他為什麼很怕我好像看到他講電話的樣子 然後我就後來就是想說 也太奇怪 然後他就是看到他好像 不知道是在跟誰視訊電話還是什麼的 視訊 對 後來就是也發現他就是 都是沒有在我旁邊講電話 都是在跟他喜歡的女生 就是曖昧的女生講電話 哈囉 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